突袭IS的重锤,俄罗斯空军图附160轰炸机。 俄军对叙利亚IS武装展开袭击后使用大量武器装备,包括苏-30SM、苏-34、苏-24、G-90坦克等,其中最有分量的应该是俄军压箱底的图160轰炸机。 这款世界最大的轰炸机此前主要单复合突击任务,携带核弹突访北约,没参加过任何实战,今年在叙利亚首开战绩,发射巡航导弹攻击地面目标。 俄军即使只有16架图160,每一架都十分宝贵,动用这种武器打击IS展示出俄军的决心。 图付160北约代号海盗旗,俄军飞行员喜欢将其称为白天鹅,因为图160全部使用白色涂装,十分优雅漂亮。 使用白色涂装可能也与飞机担负和攻击任务有关。图付160进行空中加油。 图付160复航空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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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